他在逃 每当太阳落幕后 他便开始挖掘躲藏 如今他已化身为黑暗魔鬼 这是他众多地窖中的一个 配置几乎如出意者 伪装的门茂密的森林 他躲在这多久 就意味着有人被他监视多久 一个中学生 下了校车只要走183米就能到家的女孩 今天终于落单了 2006年9月6日 这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 14岁的伊丽莎白肖夫和同学们 坐在校车上有说有笑 他今天心情特别好 因为姑姑马上就要来家里 明天又要去参加表弟的生日宴会 可以说一切都值得期待 当校车抵达家附近的马路边时 伊丽莎白下了车 和他一起下的还有三个同学 他们边走边聊 中途同学的朋友开车来接 但伊丽莎白不愿搭车 因为离家已经很近了 不行几步就到 于是他就一个人拐进了一条小道 在这里呢 他甚至都可以听见家里小狗的叫声 小道上树叶很厚 走在上面沙沙作响 当伊丽莎白正享受着这大自然的韵律时 突然一个身穿绿色衬衫加警局徽章的男人杀了出来 他自称是警察 要伊丽莎白跟他走一趟 因为接到线报 有人举报他家藏有违禁品 现在他弟弟已经被带到警局问话了 一听到男人提及弟弟唐尼 伊丽莎白就开始慌了 没带任何犹豫的 他就伸出了双手 然后手就被铐上了 一阵冰凉的触感 直击伊丽莎白的神经 他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错了 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是个骗子 但为时已晚 只见男人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带钥匙的盒子 挂在了他脖子上 威胁说这是炸弹 乱动就会引爆 伊丽莎白只能跟着男人往树林里走 期间呢 他被问了几个问题 身上有没有手机 是不是处女 你觉得我怎么样 这些问题 彻底就把伊丽莎白给激怒了 但他仍抱有最后一次期望的问道 我弟弟在哪 你警车在哪 这时男人冷笑的来了一句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听到这话的伊丽莎白 汗毛直竖 心砰砰跳 他知道现在情况很糟 而且男人已经领着他来回穿梭绕圈一个小时了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他只能不停的祈求男人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此时天色渐渐阴沉 男人突然停住 伊丽莎白害怕 自己就会死在这里 然后下一秒却是 男人非常熟练的从树叶堆里拉起了一扇冰箱门 然后就给了他一个眼神 让他爬下去 伊丽莎白明白 此刻他只有完全照做 不激怒对方 自己或许还能保密 沿着梯子爬下去之后 伊丽莎白发现 这居然是一个地窖 还是个五脏六腑拒全的九居之地 有丙玩炉子 自制厕所 方便面 一个小型电池供电的电视机 然而 还没有等他细看 他就被命令脱光衣服 终于他明白 为什么男人刚刚要问他那个问题了 被压在床上的他 只能无助地扭头盯着旁边的架子 扇然了一下 接下来的每天里 男人至少施暴两次以上 有时候多达五次 其余时间 就长长的铁链锁住他的脖子 当晚 男人还特地打开了电视机 观看了伊丽莎白的失踪报道 边看 还边得意洋洋的炫耀道 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而且 他还在地窖附近 自制了很多的诱纱装置 不小心触碰 就会发生爆炸 全都是他自己研发的炸药 包括伊丽莎白脖子上这一个 伊丽莎白明白 眼前这个男人 说的都是真的 他有能力完成这一切 毕竟他手上 还有一把泰色手枪 在电视上 伊丽莎白看到了自己的家人 找不到他的伤心样子 而且他也知道了 警方并没有将他的失踪定为绑架 只是初步怀疑他是青春期离家出走 他意识到 想要从这隐蔽 布满陷阱的地窖里逃出去 他必须完全地靠自己 还好刚才 他已经悄悄地在树林里 留下了自己的鞋子 可惜树叶太厚了 到最后都没有被警方给发现 伊丽莎白做梦都想不到 虽然自己被绕了一个小时 但他离家仅有1610米 虽然警方没有第一时间重视他的失踪 但他的妈妈却早已与他心有灵犀 马德林肖夫是一名药剂师 一个非常理性严谨的人 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由于他和丈夫工作都很忙 14岁的女儿伊丽莎白 和12岁的儿子唐妮 都是自己坐校车回家 每天下午4点半 是女儿给他报平安的时间 今天是怎么回事 电话还没有打来 于是他就干脆先打回家 是儿子唐妮姐的电话 儿子告诉他 伊丽莎白还没有到家 瞬间不安的恐惧涌上他心头 他立即就下班 然后还给伊丽莎白的同学打电话 结果证实 伊丽莎白下午是非常开心的下了校车 同行的有三个同学 他们也都表示 分别前伊丽莎白没有任何异常 而且他已经快到家了 女儿难道会凭空消失 看着夜色降临 马德林心里是越发的不安 此刻丈夫唐潇夫也赶到了家 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伊丽莎白的房间里查看 发现女儿的零钱 衣服 最爱听的音乐都在 什么都没有少 马德林就连忙召集亲朋好友开始寻找 小道上 同学家 只要是能想到的地方 他都会去敲一遍 但都没有伊丽莎白的踪影 马德林绝望了 他拨打了报警电话 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警方赶到 按照经验分析 警方将伊丽莎白归为青春期离家出走的概率更大一些 所以并没有将她的失踪定为绑架的失踪 直到他们询问了校车上的同学之后 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9月7日全面搜索展开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社区各个角落里都贴着伊丽莎白的照片 新闻媒体上也都是她的报道 可伊丽莎白家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 很难步行穿过 也很容易迷路 追踪犬是一路追踪 也没有任何的收获 搜救期间 一旦有零线发现遗体需要辨认时 马德林就濒临崩溃 他只能不停的祈祷 不是女儿 不是女儿 一直到第六天 警方已经把周围方圆五英里的每一条路 每一条沟 甚至是每一条高速公路都翻了一遍 想找到点什么 又害怕和伊丽莎白有关 每天 当夜幕降临 被迫停止搜索后 马德林都会在伊丽莎白回家的那条小道上 不停的徘徊 他能感觉到 那里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在拉着他 而且他觉得 女儿一定会回来 但现实是残酷的 随着最佳搜救期一过 不仅志愿者骤解 连亲朋好友 也都在准备伊丽莎白的首页活动 9月13日 就在伊丽莎白失踪的第七天 马德林正要赶往 哥伦比亚州议会大厦的首页活动 他抓起桌上的手机 一边查看信息 一边往外走 而下一秒 他就差点摔倒在地 他居然收到了女儿发来的信息 嘿妈妈 我是丽丝 我在魅力山附近的一个洞里 靠近那些大卡车所在的土路 赶紧报警 因为他藏着炸弹 丽丝 对 这个名字是平时他对伊丽莎白的昵沉 紧接着 一周没怎么合眼的警方们也赶了过来 他们先是做了两个猜测 第一 是恶作剧 第二 是真的求救性 一个洞里 还有炸弹 信息虽然很短 但却是七天里唯一的一点希望 他们不知道 这可是伊丽莎白拼了命发出来的 被关在地窖里的第二天 伊丽莎白就得知绑架他的人 叫文森飞利欧 最初几天里 头顶盘旋的飞机声和地面搜索的脚步声不绝于耳 但伊丽莎白只能静坐 因为腰间的一根电棒随时会把他击运 实际上呢 他透过伪装的门 能感受到志愿者在上面走过 因为他们的影子可以直接照进地窖里 一切都是那么的近 却又那么的远 没有人能发现他 很快 轰弄声远去 脚步声消失 搜索注定失败 其实文森根本就不怕有人靠近 因为在掩体的周边 他设计了多个诱纱装置 一旦触发就会爆炸 就这样 伊丽莎白在闷冷的地窖里 被关了一天 两天 三天 直到黑夜和寂静 让他颠倒白天黑夜 他们俩是轮流睡的 伊丽莎白白天睡 文森晚上睡 9月9日 轮伊丽莎白值班时 他瞅见了文森口袋里的手枪 他特别想用他对准文森的脑袋 这样他自己就可以获救了 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也就这么去做了 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等他抠动班机时 发现没有子弹 伊丽莎白只能是强忍伤心的泪水 将手枪放回了远处 他开始绝望 迷茫 坐在那几个小时不动 渐渐的 他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越来越疯狂的想法 如果自己假装爱上文森 不想逃走呢 因为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他意识到 文森说的对 在如此隐蔽的地窖里 搜索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他不会被发现 但自己呢 也不想死在这里 除非他喜欢这里 9月10日 伊丽莎白开始慢慢的回应文森 比如文森会喊他宝贝 他也会假装的对文森说 我也爱你 虽然伊丽莎白非常厌恶现在的自己 但他还是去做了 并且做得非常好 不仅让文森对他放下了戒备 还解开了他脖子上的铁链 又允许他可以自由走动 虽然地窖里只有4.46平方米 但伊丽莎白知道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至少现在 他每天都可以去附近的池塘 不是去洗澡 就是帮忙取水 每当他穿过树林时 他都会偷偷地拔下自己几根头发 要么就散落在路上 要么就缠绕在随手可得的树枝上 总之就是希望警犬 能快点闻到他的气味 而且他还看到了一个机会 文森有手机 这样伊丽莎白 有了给妈妈发信息求救的想法 虽然很危险 但他必须要把握住 于是当晚他在文森打憨熟睡后 就偷偷地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长的短的 他写了很多 破旧的手机让他按键要多次 字才会出来 每次编好 按发送都是最紧张的时刻 他只能不停地祈祷 在信息没发送成功前 文森不要醒来 可现实是残酷的 地窖里完全接受不到信号 伊丽莎白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一直按发送 脑海中 窒息的那一刻终究还是来了 他被文森打个线系 你在干什么 只见伊丽莎白非常平静地说 我实在太无聊了 就拿你的手机玩下游戏 然后四目相对 两人都沉默了许久 结果是呢 文森没有说话 手机也没有被收回 三妹在想 这或许是与伊丽莎白平时的表现密不可分 她已经获得了文森的信任 但手机一直没信号也不是办法 除非 于是9月13日晚上 伊丽莎白小心翼翼地 一手高举手机 一手扶着梯子 慢慢地往上爬 直到她来到沉重的伪装门前 费尽力气 狂顶 只能被挪开一点点小口子 伊丽莎白呢 就连忙将手伸出 然后大拇指不停地按发送发送 伤心的是 她每次查看 都是未发送成功的提醒 伊丽莎白再度绝望 但她并不知道 有一条已经发送到妈妈的手机上了 此刻 警方正在查询机主 以及追踪信息发出的区域 没想到从这开始 警方化被动为主动 当查到机主为36岁的文森菲利欧时 警局的人无不正经 因为这可是他们找了一年的通缉犯呀 被指控性虐待她的妓女 且马德林接收的短信 是在周边10英里范围内 这意味着 伊丽莎白离他们很近 而文森呢 就住在伊丽莎白家附近 于是警方二话没说 带着搜查利就来到了文森家 结果发现 他人不在 他房间里被查出了各种各样的有色影像 再加上在拖车里 他们发现了文森能躲避追捕这么久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卧室里一个没有栏杆的床垫下 竟然有一个洞 后院的垃圾坑里 竟也藏着一个洞 边上还有一个未成型的洞 目前只有两三米深 碉堡 逃生舱 警方开始害怕了 伊丽莎白到底被藏在哪 而且她是否还活着 接下来 警方的操作 三位也保持异见 因为他们考虑到 文森极强的隐蔽天赋 推测她有连环杀手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选择了在电视上公布文森的照片 伊丽莎白发送的短信 以及搜查房车的所有细节 以此来震慑文森 大概意思就是 你束手就擒吧 马德林看到后 非常愤怒 这警方根本就不顾女儿的死活 事实呢 也确实如此 9月15日 伊丽莎白失踪的第九天 地窖上空 突然又传来了直升飞机 文森就很困惑 立马就打开了电视 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照片 原来警方已经知道 是她带走了伊丽莎白 她也立马就知道 是谁背叛了自己 此刻伊丽莎白被吓得大哭 她害怕自己就这么的死去 但她仍不放弃 仍撕心裂肺的喊道 她爱她 不会那样对她的 哭着哭着 伊丽莎白发现 好像文森的重点也转移了 她反而在思考 自己该怎么办 她开始害怕自己被抓起来 是的 虽然她对伊丽莎白的做法感到愤怒 但她却不想死 她问伊丽莎白 我是留下来看他们能否找到你 还是应该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一听这一话 伊丽莎白连忙表现的对文森很关心 她说 我希望你安全 不要你进监狱 可现在警察要抓你 你还是趁自己能跑的时候先跑吧 此刻 已经没了主见的文森 在伊丽莎白的劝说和怂恿下 决定丢下伊丽莎白 独自开流 离别时呢 伊丽莎白又对她再次告白一番 我爱你 我会想你的 最后 门被关上了 伊丽莎白惊呼 终于安全了 但她不敢轻举妄斗 防止文森再来个守株待兔 一整夜 她都待在地窖里 直到第二天一早 文森仍然没有出现 现在 多一秒 她也不想耽搁了 直接就爬上了梯子 但她也不敢乱跑啊 因为可能会踩到文森自制的爆炸装置 她开始环顾四周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庆幸美好的生活 又回来了 然后 她卯足了劲 开始呼救 另一边 警方以文森拖车为原心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已经快20分钟了 他们每人之间距离9到14米 像网一样 往树木繁茂 树叶最后处走去 果然 他们听到了令人忘怀的声音 有人在呼救 不知道是不是心电感应 警方立马就回应了伊丽莎白的名字 而伊丽莎白听到有人在喊她 终于在那一刻 她放下了紧绷的鞋 她一下子瘫倒在地 大声哭泣 值得点赞的是呢 当警方靠近时 伊丽莎白还提醒警方 要小心脚下有炸药 很快救护车赶到 非常虚弱的伊丽莎白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马德林和唐也快速赶来 他们很欣慰 因为与他们的预期相比 女儿看起来还不错 至少还活着 身体没有明显的伤害 这十天她过得怎么样 警方和父母对此都不敢问太多 毕竟医生已经做出了见底 伊丽莎白有被严重性侵的迹象 所有人说话都很小心谨慎 生怕勾起她的噩梦 但很显然 他们多虑了 这个沉稳害羞且爱笑的女孩 表现的似乎更勇敢 她非常详细的讲述了自己漫长而可怕的经历 但听到文森有枪 有手铐 还会手绘警徽 还有自制炸药 警方疯了 在泉州对她展开了搜捕 为此还专门请上了一个爆炸专家 去地窖附近查看 果然排查出了炸弹 看来警方面对的是一个极度危险和聪明的罪犯 现在她已经跑了一天了 9月17日凌晨2点半 一个女人打来了报警电话 她报案称她见过文森 就是昨天被自己抓个现行的偷车贼 她看过电视不会认错 于是警方就紧急部署 巧的是呢 偷车点周边也有一片树林 面对同样的场景 警方决定 几个人几个人排成一行 呈现行搜索树林 然后呢 又配备了两架直升飞机巡逻 终于 到凌晨4点15分的时候 他们抓住了文森 不过 为了避免文森身上有自制炸药 当晚他们还召集了拆弹小组以缺乏安全 警方追溯文森的犯罪履历 发现他可以往前推20年 文森 1969年12月15日生人 1986年到1987年 就读于南卡罗兰纳州佛罗伦萨的南佛罗伦萨高中 但一直都没有他的毕业记录 接着 从1987年到1995年的八年间 警方就收到了十几起针对文森的不同案件 有酒后驾车 入室盗窃 欺诈的 但根据调查档案显示 这名男子是个谜 他来自哪里 在做什么 或者说过去做过什么 都无从得知 后来从佛罗伦萨人口居住登记发现 文森从1989到1999年这十年 换了十几个地方 第一次被捕记录 是2002年因盗窃和扰乱治安 2005年 又因涉嫌性虐待妓女被起诉 但警方一直是查无此人 谁能想到 他就一直躲在自家拖车的地窖里 而伊丽莎白被关的地窖 离他的拖车房只有几百米 有时他会悠闲地散步回家 取取物资 在开庭前 文森还接受采访 这段采访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他在镜头前暗示 伊丽莎白是自愿的 当然了 文森的奇葩想法 只洗了他自己的脑 期间他还要求看过 五个精神科医生 但最终都是一个结果 此人神志清醒 非常健康 一年后 2007年9月19日 文森因其恶劣的行径 被法官判处了421年监禁 不得假释 这是该州法律规定的最高刑法 当坐在审判席上的伊丽莎白 听到结果后 露出了如是重负的微笑 似乎在说 看 我终于打败你了 恶魔终于被关了起来 伊丽莎白也接受了 创伤后压力的治疗 渐渐地 她返回了学校 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2018年 伊丽莎白故事被拍成了电影 地宝中的女孩上映 她用自己聪明 冷静 以及有坚强意志的求生欲望 解救了自己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例子 她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活下来 值得所有人铭记 而文森 于2021年5月3日死于狱中 享年51岁 故事的最后 三妹想以伊丽莎白的一句话来做结尾 她没有毁了我的生活 她只是改变了很多 那以上 这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 你的点赞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